這不可能 我們可能去錯的地方 還是什麼什麼 然後我看了 真的就是兩條街 清高采烈 就老婆逛六合夜市 卻有點漏氣 五分鐘就逛完 林舒豪傻眼 怎麼只有兩條街 我跟他說 這不是我說的 你再給我一個機會 再給我一個機會 然後我們去瑞峰 轉正到瑞峰夜市 才展開秀嚴 又是玩投球 又是射氣球 林舒豪大展身手 但最後還是用簽名換娃娃 可是我們真的就是 那天晚上超開心 因為我們就是 逛一個晚上還不夠時間 然後一直玩自己 因為我們也是很喜歡遊戲 玩遊戲 林舒豪今年2月 回台加盟鋼鐵人 他說自己來高雄 最期待的就是逛夜市 看到網路推薦六合夜市 結果實際去了 卻很失望 短短五分鐘不到就走完了 跟自己想像中有落差 不過他不放棄 再到瑞峰夜市 才成功在愛妻面前 搬回顏面 另外林舒豪也透露在高雄的愛店 林舒豪透露自己在高雄的愛店 就是這間連鎖高雞收肉 均每個月要來用餐二日三次 燒肉店都會特別安排隱秘的VIP席 店員還私下透露林舒豪最愛吃戰斧牛排和牛肉 點餐很大方 基本上他有在飲食通知 所以他飯之類比較少會享用 都吃肉還有魚這樣子鮭魚 雖然無緣晉級季後賽 下一個球季也不知道是否蓄留鋼鐵人 但鮮少談論私事的林舒豪 難得大方分享生活 引起球迷高度討論 TVBS新聞 張立林嘉義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